2024年最火的感人电影有哪些? 目前什么感人电影最受欢迎? 随着影视行业的发展好看的感人电影越来越多了 除了一些正在热映的感人电影外 许多以前的经典感人电影都值得一看 下面细说小编就根据CN10CNPP大数据 为大家推荐2024年十大热门感人电影排行榜 都是当下最受欢迎的感人电影 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感人电影好看 直接参考这份人气感人电影榜单随意看即可 一段被删 影片断被删是一部2005年的美国爱情剧情片 改编自爱妮普路所著的同名短片小说 由华人导演李安指导 好莱坞著名影星杰克吉伦哈尔 希斯莱杰米歇尔威廉姆斯 和安妮海瑟威等亲情出演 影片于2005年12月9日在美国上映 影片讲述了1963年至1981年的美国华尔明州 两个男人之间情爱的复杂关系 该片在威尼斯电影节夺得金石奖 在第78届奥斯卡镜像奖中获得八项提名 并夺得了最佳导演 最佳改变剧本与最佳电影配乐三项大奖 二千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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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宫崎骏指导编剧 吉普利工作室制作的动画电影 影片于2001年7月20日在日本正式上映 讲述了少女千语意外来到 神灵异世界后发生的故事 该片荣获2003年奥斯卡金像奖最佳长篇动画 同时也是历史上第一部 至今也是唯一一部以电影 身份获得欧洲三大电影节 柏林金雄的动画作品 2001年电影在日本最终取得了304亿日元的票房 《三郎乔一梦》 《郎乔一梦》是根据美国作家 罗伯特·詹姆斯·我 《乐》的同名小说而改编的一部电影 由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指导 梅利尔·斯特·里普·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等主演 该片于1995年在美国上映 影片讲述了家庭主妇弗朗西·斯卡 在家人外出的 《四天里遇到了国家地理》 杂志的摄影师罗伯特·金凯 在经历了短暂的浪漫缠绵后 弗朗西·斯卡因不愿舍弃家庭 而与罗伯特·金凯痛苦地分手 但是对金凯的爱恋 却营绕了弗朗西·斯卡的后半生 《四戎庐》 戎庐庐庐是由黄东赫指导 孔刘 郑玉 美 金贤秀 金志映等主演的剧情电影 于2011年9月22日在韩国首映 《熔炉》电影改编自孔之勇同名小说 以2000年至2004年间发生于光州一所 《龙亚障碍人学校中性暴力事件》为蓝本 描述该时间段内所引发的悲剧 以及学校的教师 和人权运动者一起力图揭开背后黑幕的故事 由于该影片所反映出的社会 问题受到韩国国家高度关注 故该电影亦被称为改变韩国国家的影片 《五夜间飞行》 《夜间飞行》 V89Film等出品的韩国同性题材电影 由李宋昔日指导郭时央李在俊等主演 影片通过讲述两个男生之间的情感纠葛 以及透视周围对他们感情的反应 深刻反映出当下韩国校园暴力的现实 该片于2014年2月7日参加柏林电影节迎战首播 并于2014年8月28日在韩国全面上映 荣获2014年第64届柏林国际电影节等多个奖项 六妈妈在爱我一次 妈妈在爱我一次是台湾独立制片 富翔公司1989年出品的台湾伦理悲剧片 由陈珠黄指导 杨贵妹李小飞谢小渝文英陈淑芳 孙亚东等人主演影片于1989年上映 影片改编自台湾民间故事疯女18年 以倒序方式进行描写精神病医生林志强寻找 失踪18年的母亲邱霞的故事七美丽人生 美丽人生是一部由罗伯托贝尼尼指导 罗伯托贝尼尼·尼克莱塔·布拉斯基 乔治坎塔里尼等人主演的剧情片 1997年12月20日该片在意大利上映 该片讲述了一对犹太父子被送进了纳粹集中营 父亲利用自己的想象力扯谎 说他们正身处一个游戏当中 最后父亲让儿子的童心没有受到伤害 而自己却惨死的故事 1999年该片在第71届奥斯卡奖 获得了最佳外语片 最佳男主角最佳配乐三项奖项 《八天佑报比》 《天佑报比》是由拉塞尔·马尔卡西指导 希格尼·维弗·亨利·克泽尼 瑞恩·凯莉等人主演的一部童性题材的剧情片 这部影片根据真人真实改编 讲述了一位母亲因为不能 接受儿子鲍比的同性倾向结果使得鲍比选择轻生 他在悲痛欲绝后投身同性公益事业的故事 本片于2009年1月24日 在美国Lifetime电视网首播 映入为第61届艾美奖最佳电视电影《九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是由华纳兄弟影片公司于 2001年拍摄发行的一部未来派的科幻类电影 由史蒂文·斯皮尔·波格指导 《求得·洛海利·乔·奥斯蒙特》主演 影片讲述21世纪中期 人类的科学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一个小机器人为了寻找养母 为了缩短机器人和人类差距而奋斗的故事 《时我爱你 韩国》 《我爱你是根据韩国漫画家》 《江草的同名漫画改编》的爱情电影 由邱昌明指导李顺仔 尹秀金 宋载号 金秀美 宋志孝 吴达秀 李文芝等人出演 该影片讲述了住在同一个村子里的两对男女的爱情故事 每天清晨骑着摩托车送牛奶 的今外食嘴边总是挂着脏话 但其实是个热心肠的人 有一天外食在上坡的时候偶遇了靠收费纸为生 孤独且艰辛地送一分 并在孙女金燕儿的穿针影线下 对她产生了特殊的感情 该片于2011年2月17日上映